两个月前我做过好几次掉牙的梦 普通版本 嗯 离奇版本 噩 噩梦版本 噩 我得发退好前腹牙呀 但是到目前为止 亲友们也都好好的 今天就要元气满满呢 所以事实证明高领亲友的离世是大概率事件 跟梦到掉牙没有直接关系 做梦倒是跟你近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 例如近段时间你发现自己长了蛀牙 或者牙齿发炎疼痛 就或者亲眼目睹了别人拔牙的惨烈过程 嗯 把锤子也给我拿过来 导致这段时间过度关心牙齿问题 晚上就有可能梦到牙齿脱落 类似于你睡觉的时候 膀胱憋尿就会做梦 梦到到处找厕所一样 还有一种心理角度的有趣说法 因为你近段时间压力过大 等压力积攒到了一个临界点 你就会做梦 梦到牙齿脱落等等 一系列比较吓人的事情 在梦里的你会恐惧 害怕 但是醒来后发现 我的牙还在 好开心哦 心里的不安瞬间一扫而空 感觉自己熟或新生一般 所以这也是你内心的一种 变相释放压力的手段 嗯 听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样子 另外 确实有人 做梦梦到牙齿掉以后 亲人会离世 但是这可以看作是 有一个幸存者偏差在里面 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 有沉默证据的存在 所以梦到牙齿掉 不要害怕 它只是一个梦 不能预测极凶 我是花小落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博学的画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